这城门洞的铜镜之内 正有一道淡红色的朦胧光芒洒落而下 把所有经过下方的人都笼罩进去 只是扫了一眼 韩丽就大致猜出了这镇法的作用 应当是用来探查故意隐藏身份的修饰 防止其偷偷潜入城中的 这法镇并不如何复杂 也谈不上多高明 大成器以上修饰花些功夫 就能将之屏蔽而不被察觉 不过以大成器以上修饰的气息之盛 若无特殊法宝将以掩盖 恐怕不必经此一遭 只要初登此岛就必然被察觉 韩丽他们本就修为不弱 加上脸上所戴玄妙的面具 倒不用担心这些 三个人坦然地随着拥挤的人流 一点点朝城中挪洞 经过镇法下方的时候 铜镜中的光芒只是略微闪动了一下 便恢复如常 显然把几个人当作普通的凡人了 进的城中 人群开始朝两翼分流而开 城中的景象逐渐铺展在几人的眼前 他们正对的大街之上 视似遍布 商骨如云 街旁两侧的房屋上 到处都挂着商家用来招揽生意的旗帜幌子 不过呀 由于这会儿时间还太早 许多商铺都还未开门迎客 青石铺就的大街上 除了刚进城的百姓之外 并没有太多人 只有一些早茶铺子已经清扫干净 敞着开门迎接时刻 这座天水城比之前见过的任何城池都要大 东南和西北走向两条大街 把整个城市划分四大城区 韩利三人沿着城中大街来到城南区域之后 转入一条狭窄的小道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 七拐八拐地来到一条偏僻的巷弄 这巷子之中啊 十分的安静 为数不多的几座院落都是大门紧闭 没有半点声音 也看不到半个人影 三个人来到巷弄最深处的一座普通宅邸之前 脚步停了下来 焦九上下打亮一眼这宅邸暗红色的大门 点了点头 就是这儿了 此处宅邸呢 乃是先前潜入红月岛的无常盟成员 开辟的一处秘密据点 他们几人到此便是与之会合 获取情报的 焦十六文言上前几步 像普通百姓扣门一般 抬手以两短一长的节奏轻敲了几下 门上同寿口中的闲环 结果几声沉闷的声音响起之后 院内却没有半点回应 嗯 怎么回事 哈利心头为一 本想以神识探查一番 但是想起了其之前 焦三的警告 不可妄动神识 焦十六和焦九 当然也似乎察觉到有些不大对劲 但是显然 也有着和韩丽同样的顾虑 没有动用神识的念头 焦十六回过身来 目光犹疑地 在身后两人对视了一眼 焦丽眼睛微眯 没说话 焦九则略以沉吟 给二人做了一个准备作战的手势 就在三人准备行动之际 门内却突然传来了 一阵铃铛摇晃的声音 噔噔噔噔噔噔噔 接着是约定好的 三长一短的节奏摇动 三人微微一正 寻声望向大门 焦十六略微一沉吟 接着手上力道略微加重 快速拍击了三下门环 片刻之后 暗红色的大门 面具幻化出来的 以此面具幻化的容貌 虽然看似和常人没什么特别 但是在同样佩戴面具之人面前 却能感应到面具之间一丝微弱联系 这也是无常蒙成员之间 互相联系的屏障 焦九和焦十六也发现了这一点 当即依次从那道门戏中 跨入了宅院内 韩丽略犹豫也跟了进去 阔面男子等三人进入院中 朝门外探头张望了两眼 这才哐当一声合上了大门 这间院子约莫有百余杖大小 里面除了种着一棵枯黄的老树之外 就只在树下摆了一幅 青灰色的石桌石墩 除了老树跟周围的泥土之外 其他地方都铺着崭新的青砖 上边干干净净 连一片枯叶都没有 更靠里边一些正对大门的是一间主屋 两侧呢则分别还有树间相防 此刻皆是虚掩门飞 阔面男子一边在前面引路 一边回头对三人说道 知道上边要派人来 在下已等候多时 不知这次是哪位大人主持此事啊 韩丽从近远之后就一直观察着眼前这个人 就在顿方问出这个问题之后 他眼中突然闪起一抹寒芒 提起一拳朝着那人后心砸了过去 那人悚然一惊 似乎是早有防备 背后骤然间亮起一片红光 现出一面银色的圆盾挡在了身前 就听到咚一声闷响 荧光圆盾轰然炸裂 那个人啊被砸得倒飞出去 重重跌落在屋前的石阶上 口中连吐几口鲜血 气息顿时萎靡了不少 焦久二人显然也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就在二人正欲上前之时 一变突生 就听到嗡的一声响 四周虚空一阵模糊扭曲起来 以小院为中心方圆数百丈的范围内 同时亮起一道道冲天红光 接着半空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血色阵图的虚影 表面无数血色符纹缭绕不定 未等韩力三人做出什么反应 阵图中央红光一闪 三个人便连同那名豁灭男子 一起出现在一片血色的空间当中 这片空间看起来不似真实的世界 四下望去竟仿佛无边无际 在众人头顶上空积着一层层厚厚的血色阴云 脚下的土地一片阴红 仿佛沁满了鲜血 就连周围的空气中 都弥漫着一股令人不适的血腥气味 这是什么地方 就在几个人上有些惊疑打量四周之时 整个血色空间忽然猛的一阵 周围地面上瞬间裂开 数百道大小不一的裂隙 从中冒出一股股浓稠的血色雾气来 雾气之中一个个模糊的身影从中爬出 鬼笑声大气 赫然是一只只浑身鲜血淋漓 仿佛被刚剥去了皮肤的人形血鬼 正从地面上的间隙中不断爬出 这些猙獰的血鬼刚一爬出 便发出一阵阵低压的古怪的叫声 纷纷朝着韩丽几人所在扑了过来 焦久目光从那些血鬼身上扫过 继而又看了一眼天上的血云 冲韩丽二人提醒 二位刀又小心 不要只注意那些血鬼 此处的气息也有些不对劲 韩丽自然也发现了 充斥整个空间的这股血腥气 似乎蕴含着一种诡异的力气 能够直达人的尸骸 令人心底深处产生一种狂躁 烦闷之感 不过以他神魂之强大 这点程度的影响还不足为虑 焦久提醒过两人之后 便手掌一番取出一块被金线穿细致的 银白美玉挂在了脖梗之上 白玉荧光一闪 散发出一片晶莹的光芒 将他整个人脸照进去 接着他手掌一挥身前蓝光闪烁之下 一道蓝色水浪滚滚涌出 顿时把冲至身前的数十名血鬼 卷入其中撕成了粉碎 化作一团团血雾消散开来 焦石六爷抑郁不发地取出一道紫色浮露 朝着自己眉心一贴 紫光一闪就不见了踪影 接着口中低喝一声 体内传出一阵咔咔的声响 手臂和胸腹肌肉开始快速地膨胀起来 只见其身影高高一跃 便如一颗流星巨石般砸入到前方的血鬼大军之中 顿时把七八只血鬼砸得粉碎 韩丽剑慈也装模作样地取出一枚丹药浮下来 大步向前一跨 砰砰两拳 把两只近身的血鬼砸飞了出去 两只血鬼倒飞途中 还撞上了数十个 正朝这边冲过来的血鬼 在一连串砰砰的闷响后 都化作了一片血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